近日,据俄罗斯RT电视台报道 俄国防部数据显示 至少有13387名外国雇佣兵 前往乌克兰为乌军作战 其中,约5962人已确认死亡 从俄方公布的数据来看 来自波兰的雇佣兵是最多的 一共有2960人 其中阵亡的大概有1497人 也就是说,被俄军打死了一半以上 排名第二的是美国 一共有1113名雇佣兵参战 阵亡491名 排名第三的是格鲁吉亚 RT电视台称 大约有1042名格鲁吉亚雇佣兵为乌作战 其中至少561人阵亡 也是已经折损过半 尽管格鲁吉亚在俄乌冲突中采取中立 但也拦不住当地一些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前往乌克兰 排在格鲁吉亚后面的竟然是加拿大 大概有1005名雇佣兵 其中至少491人身亡 接下来就是英国了 雇佣军总数822人 阵亡360人 法国也不少 总数356人 阵亡147人 德国排教后 总数235人 阵亡88人 值得注意的是 包括波兰和格鲁吉亚在内 东欧和原苏联加盟国都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雇佣兵 其中 罗马尼亚784人 阵亡349人 克罗地亚335人 阵亡152人 拉脱维亚190人 阵亡95人 波黑207人 阵亡90人 在这些阵亡雇佣兵统计表中 竟然还有中国人 总数7人 阵亡1人 这些人到底是谁呢 根据中国大陆的法律合理推测 这几个雇佣兵应该都是中国台湾的 人家俄罗斯这么统计倒也没错 虽说这么点雇佣兵也改变不了什么战场走势 但从这些数据还是能看出不少端倪的 在这次的俄乌冲突中 波兰表现得十分积极 从最开始的援助物资到后来的派遣雇佣兵 甚至是让本国的正规军 换皮成为乌军士兵与俄军作战 出了最多的雇佣兵阵亡过半 此前 俄军第15魔步旅在顿涅茨克接触县附近 歼灭了一支乌军小队后 就发现这支小队全都是波兰人 同时 在这支小队的身上 以及缴获的宝马车里 缴获了大量目前波兰官方流通的正式证件 也就是说 这对人是实打实的波兰正规军 并不是所谓的波兰雇佣兵 波兰这么积极援助乌克兰 既有跟俄罗斯算是世仇关系的因素 也有波兰导向西方的外交战略因素 还有波兰觊觎乌克兰领土 企图利益最大化的因素 美国作为北约的领头羊 虽说副乌雇佣兵人数排名第二 可实际上还不到波兰的一半 阵亡也不过半 说明这些人的军事素质应该还是比波兰雇佣兵要强一些 很有可能是美国国内的那些雇佣兵公司出的人 这里面不乏退役军人 无论是技能还是装备应该都不差 排名第三的格鲁吉亚之所以出这么多人 主要原因恐怕就是2008年 因为南奥赛提问题被俄罗斯一顿胖揍 很多人因此记恨上了俄罗斯 他们出的人如此之多就很能说明问题 还有俄乌冲突爆发后 曾向民众表示高喊拿起武器 到乌克兰去的立陶宛 也派出了174名雇佣兵 阵亡81人 而同为波罗的海小国的拉脱维亚 比立陶宛派的人还多 达190人 阵亡95人 这说明波罗的海三国 那绝对算得上是铁杆反俄阵营 俄罗斯RT电视台的这一报道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场冲突中 俄罗斯的真正对手是谁 是一组很有意义的数据